迷雾之间六 人生加油站 星云大师著 朗读嘉宾 陈子莹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 善用零岁时间 唐伯虎曾说 人生七十苦悉 我年七十为奇 前十年幼小 后十年衰老 中间只有五十岁 一半又在夜里过去了 算来只有二十五年的岁月 当中要吃饭 拉尿 还有多少的挫折 多少的忧伤 多少的烦恼 所以就算是人生数十年寒暑 也如银行里的存款 也是有限 有量 有劲 因此要好好的利用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 分秒必争 所以生命中的一分一秒 确实都不允许我们轻易地放过 生命是可贵的 但是生命只在呼吸间 无人又怎么能不好好的利用生命中有限的时间呢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你每天要上市场买菜 来回路上的这些零碎时间 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你每天要煮饭做菜 扫地洗衣 做这些家事的时候 并不需要用脑费心 这时你的心安放在何处呢 你在三餐之间的时间如何打发呢 如果你能利用往来市场途中的时间 盘散家庭的经济 计划如何开源节流 或是反省自己的功过 必能增长智慧 如果你能利用刷洗碗盘 整理家务的时间念佛 正如王打铁 叮叮当当 酒链成钢 时辰已到 我往西方 如果你是一个青年学者 你早晨搭公交车 或是坐火车上学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背诵英文单字 思维作文的副稿 甚至在学校上课的前后时间 都能利用来思维学习的习题 思考功课的答案 如果你善于利用零岁的时间 十多年的读书生涯 你将会比别人多出许多阅习功课的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公教人员 政治人物 经济学者 工商企业人士等 在你们上班的前后 或是处理事物的空档 甚至在三餐用饭之时 你都可以稍微用心思索自己的功过 检讨处事的得失 做好下一步的准备 也许住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 对你的前途事业 却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发挥意想不到的贡献呢 会利用时间的人 有时即使做梦也在梦中思维所闻所知 能够利用零碎时间 不但是增加工作的效率 而且也是在延长寿命啊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